哈囉 冷氣機滴水啦 排水口用阻塞啦 教大家怎麼拆這個 這邊齁 出風口 有一個藏在這邊 很不清楚 把這個 拿下來 把這個拿下來 那邊有螺絲 沒有螺絲 把這個拆下來 哈囉把車拆掉了 然後 固定的話 固定的話是在這邊 這邊這兩顆隱藏的要把這個 弄掉然後 上面齁 上面是沒有鎖螺絲的 是用卡的 一個兩個三個 OK 然後殼就把它拆掉了 然後最主要會 這邊會滴水就是這邊的問題 這邊水就流不下去了 然後上面很多 髒屋啊什麼就會這樣子 最主要是這邊啊 這邊前面在滴水的嘛 然後 然後 這邊等一下我用那個 擁拆 擁擇把它裝好 就OK OK 就不會滴水了 齁齁 有沒有看到很髒啊 OK 這個沒辦法收到那個 這邊就是排水孔 那邊就是卡住了 我等一下 擁拆裝一下就好了 這邊 在零接的水 零接的水在這邊排不出去 就會往這邊滴了 順便把這些壁壺的石 什麼幫他擦一擦 會滴水就是這樣的問題而已 ok 然後就是後面 後面是用卡的 這邊是有卡住的 其實只有兩顆螺絲而已 就這一顆 跟後面卡住的螺絲而已 要小心一點 ok 這邊都會有電 所以要小心一點 ok 哈囉 因為我懶得清啦 因為講真的沒有用 所以我就直接用 這個 噴 因為 其實它會拆啦 我直接把它噴一噴 現在沒有水嘛 這個是空 因為它都是塞住的 最好是不要水 最好是不要水 不然會噴到你這就是 我跟你講有這種東西喔 很好用 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這邊塞住而已 我們等一下測試會不會滴 有沒有看到 好 最好是這邊卡住了 最好是這邊卡住了 應該通了兩下就ok了 ok 我們大概測試一下 會不會再滴雨 ok 好了 然後現在再測試 好測試 它會不會滴水 通常齁 這邊 這邊水會凌結 會凌結 然後再會被吸出 這邊要是很多髒汙它會噴出來 聞到 這代表很髒汙 它凌結成水 然後 然後 水 它這要小心 所以從這邊流出去 這邊有個孔 ok 然後現在 我沒有洗得很乾淨 等一下就 就 裝殼了 現在現在 都正常了 都正常了 它會滴水 就是從這邊 有時候 這邊就是水 然後這就是行醉 它就是 這邊有很多垃圾 它就噴出來了 它就 滴到你了 這是等於說一個凌結器 然後這邊 氏氣很重 它就 熱轉換 它就不會凌結水 ok 大致上這樣子 等它裝殼下去 現在已經好了 ok 好了 然後測試完了 好 然後上面也把 把上面 其實 差一號要小心這邊 這個是扣在裡面的 小心拔 通常那兩顆螺絲拔掉 這邊就是稍微搬起來 好 這顆 它不是螺絲啊 這是卡榫而已 卡榫 這樣子 卡著把它搬起來 然後 這個把它裝回去 嗯 我只把這個 這個齁 讓它不要再轉 往上 控制它再上 這個 這個要把它塞回去 這個 這個就拆這個 有沒有看到 拆這個 螺絲要把它鎖回去 然後 再把這個裝回去 有沒有看到 這是隱藏式的啦 OK啦 好啦 把它關掉 然後再測試一次 讓這個自動跑回去 那自己跑回去 翻 OK OK 大致上這樣 然後等下再開一下機 有時候這個感知器好像 好像那個 再開一下機 冷氣就不要一下子開一下就關了 再等一下 OK 好啦再開一下機 現在要正常了 現在要正常了 我看你還吹上下 設定板 設定人自動 設定自動 讓它自己跑 讓它自己跑自動 這是一個伺服器的馬達 這樣就不會滴雨 OK 好啦 影片分享到這邊 最後喜歡影片 歡迎訂閱我 拜拜再見